市委13届13次全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今天胜利闭幕 市委书记李慧文在闭幕大会上强调 全市上下要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 对标全会定下的工作任务 全力抓好落实 把灿烂美好的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台山市第13届委员会 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 李慧文在市委13届13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全会统一了思想 明确了任务 坚定了信心 达到了预期目的 接下来 要全力抓好落实 把灿烂美好的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一 要政治引领抓落实 要提高政治判断力 敏锐发现问题 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 要提高政治领悟力 做到政治信仰不变 政治立场不移 政治方向不偏 要提高政治执行力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 二 要勤学善思 抓落实 要兴勤于学习之风 加强知识学习 提高政治决策水平 要兴善于思考之风 积极创新解决问题的方式 以创造性举措打造亮点工作 做到事半功倍 三 要团结协作 抓落实 一方面 要以上顺下 做到上下拧成一股绳 一级带一级 层层抓落实 激发积极进取 不甘落后的工作干劲 另方面 要凝聚合力 做到左右抱成一个团 多服务 少干预 多设路标 不设路障 相互配合 相互点赞 多为任务落实 提供正能量 四 要担当作为 抓落实 一方面 要担使命 想作为 牢记初心使命 紧盯目标任务 勇挑台山 新时代发展重担 另方面 要冲在前 敢作为 努力攻克 难题要事 以实际行动 诠释担当作为的职责要求和从政本分 会上 李慧文还对岁末年初的各项工作进行部署 强调 要绷紧常态化疫情防控这根线 狠抓防控措施 顺利通过冬春季疫情防控这场大考 要切实抓住开局时机 促使项目尽快见效益 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 要关心关爱群众生产生活 让广大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要认真抓好安全生产 森林防火 食品安全 宗制维稳以及春运等工作 确保节日期间社会安定和谐 要坚决深入纠正 四风 建设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要加强节日应急值班值守 确保出现紧急情况 能够科学有效应对处置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本台记者 黄中原 陈顺杰报道